好在这边呢 我们要讨论的是 Pen-Azure Evolutive Catast Model的 Form 2的 啊第二 set 的Variant A和B so在这边他第一题 他要我们找 Distance between这两个 point ok so for这一题呢 其实非常简单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哦 就是说他的X的部分一样 ok 所以他就是属于那个直线来的 然后我们就直接拿他的那个大减小 6-2 所以他是8unit ok 好 接着 Determine Coordinate of the Image of Point T-7-3 Reflection on the X axis so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个是X axis 这个是Y axis 然后减7-3 是在这一边 这个是T 他reflected in the line in the X axis 就是讲以X axis为净值 他这一边反射 所以他在这一个地方 跟这一个地方一样 所以这个是3 所以我的T' 呢 会是减7 斗号3 所以他的这个的答案是C 减7 斗号3 好 再来第三题 他有6个VolivorPlayer在class Property choose random aVolivorPlayer from the class 那是VolivorPlayer Number of student class notVolivor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知道 他有Volivor 跟不是Volivor Volivor有6个 不是Volivor是我们要找的 然后他这一个呢 那是2Volivor 所以这个是5Volivor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2分 这个是5分交叉成 所以他不是Volivor的就是6 乘5除2 15 所以他答案是B 就是这样 OK 好 然后第14题 一个black里面他有13粒黑的 11粒green的 然后K粒purple的 Property of purple是3007 他要我们找K OK so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成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 我有 那个black green跟Purple 13 11k 所以我的N是13加11加k 他是24加k so题目告诉我 Property for purple是3007 K 24加k 然后等于3007 7k等于3挂弧 24加k 然后7k等于3 42 72加k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可以拿到 他是6k等于72k等于12 OK k等于12的情况之下 我做错 我做错了 嗯 24加k 72加3k 这个是3k 这一边 这一个我expand出来的时候 他应该是3k 所以4k等于72k等于72k等于72出4 18 所以他答案是d18 好吧 OK 第五题 他在这一边 他问what is the pattern of the following set of number 所以他这个很明显是在减7 ok 重复的减7 manola tujo dari b nombos b 所以答案是b ok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六题 他在这一边 他是tn 63 所以我这一个呢 他重复的加2.5 ok 然后他前一个是什么呢 他前一个是38 减掉2.5 他前一个是 啊 35.5 so 在这一边我有教我的学生就是说 我们的tn呢 就会是等于35.5加2.5n 他重复的加2.5 然后前一个加2.5n 然后他的tn是63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的这一个呢 就会是63等于35.5加2.5n 所以我这一个63 减35.5 然后他会变成了27.5 27.5等于2.5n 我的n等于27.5 除2.5 所以我拿到的是11 所以n等于11 ok 当然这一题我们还有另一种方法是暴力破解啦 暴力破解是怎样的呢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 他接下来的是加2.5 2.5 然后接着就50.5 53 然后55.5 然后58 然后接着就60.5 60.5 然后第11个呢 你就一直重复的加2.5下去 然后第11个就是63了 好 第7题 他这一边PQR是一个半元 然后diameter PR是7 so 我们知道他diameter是7的情况之下呢 这样他的radius呢 就是他的一半 ok so 他在这一边的时候这样 3.5 3.5 然后3.5 ok so 我们知道diameter等于7 radius等于7.2 也就是3.5 然后他要找 area of shaded region 涂黑的部分的面积 所以我们的area of 长方形呢 是7乘3.5 所以我在这一边7乘3.5 然后拿到的是24.5 然后 我的hemi circle半元 是1 2 x piR 所以他在这一边 1 2 x pi 他有讲用什么吗 他有讲22.7 然后3.5的square 所以我在这一边 1除2乘 22除7 乘3.5的square 我拿到的会是等于19.25 所以我的area of shaded region呢 会是24.5 所以他会变成4.25 所以他会变成4.25 cmscribe 所以这一个哎4.75 ok 4.25啊 应该是24.5 然后他会变成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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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scribe 所以他的答案是c5.25 好 接着我们看第八题 他下面的图是一个圆圈的一部分 Center 是F 他radius是6 然后他是一个 直角三角形 FG是8 然后这一个地方会是10 因为square root of 6 square加8 square会是等于10 然后他要我们找呃周长 整个图的周长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是270 ok so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知道那一个 arc 是ARC arc arc呢是θ360 乘以2πr 所以他是27360 202 227 他的R是6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3除4乘2乘22 除7乘6 然后他这一个是28 28点 多 so 28 他在这一边他这一个是28又287 28又287 所以他perimeter呢 会是10加2加28又287 40又287 cm 所以他答案是C 40又287 ok 好 接着我们 再来看这一题 哦 哪里一个是factor of 这一个 这一个呢 如果我们是 我我用高手的方法来做 高手的方法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有 这一个 他这一个其实是2的square 所以他变成P加5加2 然后P加5-2 所以他会变成了P加7 然后P加3 所以他答案是A P加3是他其中一个factor 所以我这 这一边我是用那一个 什么 A2-B2 等于A加B A-B 像P加7 跟P加3 是他的factor ok 这个是第二个 很重要的一个 property来的 好 接着第十题 Ragia debower 在这一边 他是一个hexagon 然后他要我们找X的value so hexagon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每一个 是360除6 所以他这一个是60度 所以这一个其实是300度 所以我的X等于300度 除6 6530 所以X会是等于50 所以他答案是C ok 好 然后接着11题 MMP是 regural polygon ok 然后 value of w so他这一个是 MMP 都是五边形 五边形的情况之下呢 他的那个interior angle 是5-2 乘百八 除5 所以他是108度 ok 3 乘百八 除5 108度 所以我的w 加上3个108度 是完整的一圈 360度 所以我的w 会是等于 360 减掉3个108 所以我拿到的会是等于36度 ok 所以他答案是36度 好 so这个答案是B 36度 在这一边他说F是midpoint of EG 然后他要我们找G so G我给他是XY so他告诉我 那个是他的midpoint midpoint的话呢 我们知道他是加起来除2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有X加-4除2等于2 X-4等于4 X等于8 然后Y加-7除2等于-2 Y-7等于-4 Y就等于3 所以我的G呢 就会是8多号3 ok so这个8多号3 因为他是加起来除2 好 接着在这一边 它 是Cartesian plan Determine the image of F OK so image of F under the reflection so斜一格 斜两格 斜三格 斜一格 斜两格 斜三格 所以我的F'会是在这一边 然后他是-2都号-3 OK -2都号-3 所以他答案是D 好 接着我们看第14题 他说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 factor of the expression of 这一个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要找Factor for 这一个的时候 ok 呃 我们看到他是4个Terms so for 4个Terms的情况之下呢 前面两个一样的抽出来 剩下P加3 后面两个的-Q抽出来剩下P加3 P加3一样抽出来P-Q 挂合P加3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P-Q 然后P加3P-QP加3 嗯对 所以他答案是B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15题 第15题 所以他这一个是Open Top Funnel ok Thorong Dubuka 然后他要找 surface area so surface area是这一个地方 so这一个地方的那个 surface area 它上面是开的 开的情况之下就没有算Pi-R 然后这一个我们知道他的那个area呢 是Pi-R-S 可是他的S呢是要用Pylogress Deorem S是这一个 ok 所以他S是Square root of 5Square加12的Square 13 so他的 surface area呢 会是等于Pi-R-S 就22.7乘 5乘13 ok 可是题目这边它是in terms of Pi 所以我的Py呢 不用写成22.7 我Py留着是Py 然后3515 31 365Pi 所以他的答案是65Pi 所以这个答案是A 65Pi 好 写着 NZ Gazzali 他驾车 从G去L 然后G去J 然后再去K 然后这个是他的Average Speed 跟他的Time ok so他要找Average Speed for整体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要找的是 每一段的Distance 跟每一段的Time so 在这一边他第一段的这一个 Speed是这一个 Time是这一个 然后我们知道呢 他是DST Distance等于Speed乘Time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是84乘以30.60 所以他这个是42km 然后我的Distance2的话呢 这个是Speed2 然后Time2 ok 他就会变成Speed 的Time ok 所以他是60乘15.60 所以这个是15km so我的Total Distance呢 会是等于42加15 然后他是57km 然后他TotalTime的话呢 是30加15 是45分钟 ok 然后45分钟的情况之下 其实也是45.60 然后3.4小时 so他的Average Speed的情况之下呢 就会是等于Total Distance overTotalTime 57km 除3 per 4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5 7 除3 乘4 然后76 KM per hour 所以这个的答案是76 B so我们记得就是在遇到那种分段来回的题目 我们找出每一段的距离每一段的时间 啊 这样他就会变得很容易的 ok 好 接着第17题 这一个是Sample of Student的Body Height 他的高度 so他这一边有K的存在啊 ok 好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他说他的平均呢 是143.5 还要我们找K 所以我们K加全部加上来 134加150加136加140再加145 就705 ok 140145 ok 他这一边总共有246除6 是143.5 所以我的K加705 会是143.5 ok 143.5乘6 然后是861 ok 这个乘上去 所以我就可以找到了K861-705 所以我拿到是156 ok 所以他答案是C156 好 第18题 table below show the score of 30个 参赛者 然后他要找他的mean so mean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要知道 mean是sum of fx over sum of f 这个number of frequency是f 这个是x 然后这个乘0乘20 0 然后1222236 3515 4乘11 44 7535 ok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这一个其实是fx来的 然后在这边 他这一些可能加上来 这个sum of f是这一个 5320 20 30 然后这个sum of fx 是这一边跟他加上来 呃 2加6加15加44 再加35 所以他是102 所以他在这一边 他的mean会是102除30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102除30的情况之下 他拿到是3.4 所以他答案是3.4 所以他答案是a 好 接着在这一边 j是这个l是这一个gradient是2 他要找value ok so gradient的话呢 我们知道他是y2-ye除x2-xe so他这一边他告诉我他gradient是2 所以我就有k-6除8-2等于2 所以k加6等于这一个是622 看到没有 这个是6 然后再乘过去 然后我的k就会变成6 所以他答案是d 好 第二十题 他这一个是一条直线 他要我们找gradient so 我直接干脆的是0都号-8 然后10-12都号0 所以我的gradient是-8-12 除0 没有等下啦弄错了 ok 这一个是-120 所以我的gradient是-8-0 除0-12 所以-8-12-4-8-4-3-2-2-2-3 所以他答案是c-2-2-3 好 接着我们看bargan b 在这一边他是lumber sequence 然后我们找出circle的correct answer 所以在这一边这个他是加9 对他是重复了加9 加9 所以我的p呢是17加9 等于26 我的q呢是26加9 35 所以我的q-p的话是9 35 这个q-p等于35-26 9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他要我们找w 然后我在这一边他很明显的是除3呢 so324除3 然后108除336 除32 再除34 ok 所以他来这一边的时候他是除3 所以我的w呢是36除3的话呢12 ok 好 接着他要我们underline的correct 对的 a加4c的square呢 这个是错误的 ok 因为他会变成a square加8ac加16c square 然后这个d乘dd square加4d-3d6加d-12 这个是正确的 所以这一题我们要underline他 ok 然后接着这一个 这个3 挂弧 这一题是错误了 他是3x square-y square 然后3 然后x加y 然后x-y 这样才是正确的 然后我们这一边他这一个 他就有m4-p 然后-2 4-p ok 所以这一题这个是正确的 这个是正确的 ok 然后 然后再来的这一个u cube加u 这个是错误的啦 ok 他在这一边的时候他我expand回出来了 u u square-1 然后他变成u cube-u 我不是加 ok 所以这边错误 ok好 好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正确的两个 我们做一下 首先呢 第一个呢 他是这样的 ok 这一个我直接把他expand出来啊 所以他就会变成了4d 加d square-12-3d 所以d square加d-12 so d square加d-12 然后接着这个我们要做的是factorization 他有4个terms 4个terms的factorization的时候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前面两个抽一样 后面两个抽一样 所以前面两个m一样抽出来 4-p 然后他是属于加减减加的时候 后面也要抽减 抽减2 他会变成4-p 4-p 4-p 一样 他就有m-2 然后4-p 所以他这一个是m-2 4-p ok 当然 你要导盘过来 从另一边expand回前面 也是可以拿来检查 但是我比较喜欢这一种factorization的东西了 so 呃在这一边的这一些呢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呃 expand他出来 所以乘乘乘乘乘 所以第一个的这一个呢 他就会变成了6d square加d1 然后-6d1-1 square ok 所以我就6d square-5d1-1 square 这个我也跟他乘乘乘乘乘 然后他就有6d square加2d1-3d1 然后-1 square 6d square-1-1 square 然后接着再来这一个 呃6-5-1 6-5-1 然后6-1-1 然后6-1-1 6-5-1 然后6-1-1-1 这样 ok 好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是6d square-5d1-1 square 这个乘乘乘乘乘 在这一边的时候 嗯 好好 第3题A .plot show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n the family so 0有3个家庭有0个孩子 ok 所以这一边他这一个是123456 哇好多的家庭 这个frequency这是x 好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就问 mode是3 对mode是3 medium 2.5 so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你看我前面个一个后面一个前面两个后面两个 前面 5个后面5个 然后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前面一个后面一个 所以他medium其实是2来 所以他的这个medium是这一个3.5是错的 他medium应该是2 ok 好 接着在这一边 接着在这一边他的这一个 他的 他的 所以这个是他的diameter 他radius是6除2 就是3 他height是这一个 所以他 so volume so volume是π r square h 所以他是π 3 square 3 所以他是27π 所以这个当然是27π 然后旁边的这一个他的diameter是6 他的radius6除2 3 so 我们知道 volume呢 是2 3π r q ok 你也可以讲他是 1 2分之1 of 4 3 π 因为完整的球体是4 3 所以我在这一边2 3π 6 power3 ok 36 然后乘2 72 哎 等下在这一边 3 这个r是3 3 q 339 298 18π 好 接着第四题 a state true or false for the chorus ponding transformation so 这个是reflection 反射 对 1 2 3 4 5 6 7 他在这一边 他静止在这一边 然后他就反射 所以 这个是属于true的 然后接着这一个他说他是rotation rotation的话这个是false ok 这个很明显它是属于translation 拼译 然后filling the rank with the foreign answer 然后他说他的gradient for 这个是2分3 这样p会是等于多少 所以我们知道gradient呢是y2-ye除x2-x1 所以2分3等于p-1 然后1-2 1-2-3 然后p加1分3是2分3 所以我的p加1是2 p会是等于1 所以1 ok 然后 呃 他说 这一个的斜度是4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呢 时候我就用0-8除Q-0 0-8Q-0 是4 所以-8等于4Q Q等于-2 5-0-8 好 接着在这一边呢 他有10张卡 然后 这一个他要找 h 的properity h 我们这一边h h 有一张两张 so properity ofh 呢 是2分3 所以他是1分5 然后 consonant vulver是AEIOU consonant的情况之下呢 123 4 5 6 7 so property of consonant是710 所以他答案是这个710 好接着 algebra formula 其实他这个题目呢 不应该是这样问 他应该是subject at the left hand side 所以y不是subject ok 因为他要必须单独y罢了 他不可以有其他东西 而且另一边又有y v可以 因为他没有别的东西 他单独了 so他是孤独老人的 他是subject 这个f这边有f 所以这个也不可以 这边其他 他s单独了而已 他没有别的s 所以这个也是 好 好所以这一题他的题目有抽了 他要的是找哪里一个是subject ok好 呃 so 第2set的bargain a 跟bargain b 讨论完了 ok 我会在另外的影片录 bargain c